女孩从小在妓院长大 耳濡目染下 年仅12岁的她 比起普通女孩多了几分成熟的魅力 但这样的气质 这并不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反倒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这天 母亲又为她生下一个弟弟 看着床上母亲痛苦的模样 子罗兰有点手足无措 但更多的是开心 她像只欢快的小鸟 满妓院传递着是个男孩的消息 然而众人听到后 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惋惜 毕竟在这个地方 女孩比男孩更有价值 子罗兰不懂 她静静地趴在钢琴下 看着周围男欢女爱的同时 憧憬着自己长大成人的一天 接下来这段时间 子罗兰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 但母亲似乎对此并不满意 还经常责怪她不该打扰自己工作 好在肮脏污秽的妓院 并没有掩盖原本属于子罗兰 这个年龄的娇悍天真 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这天中午 妓院来了位不一样的客人 她叫贝洛克 是位郁郁不得知的摄影师 因为一直没混出什么名堂 所以想来这拍点人体照 以此博取外人眼球 老宝一开始是拒绝的 在她看来 与其花在摄影上 还不如多招待一些宾客 但看在钞票的份上 她又立马改变主意 安排了子罗兰母亲前去配合 在妓院里 相机确实是件稀奇的东西 子罗兰好奇地站在一旁 不停念叨着也想加入其中 她甚至一度觉得贝洛克是个巫师 拍照就是在变魔术 拍摄还未结束 嫖客骂骂咧咧地追了下来 要求子罗兰母亲继续回去服务 说完还强硬地 将自己送出去的翡翠尔环扯了下来 子罗兰母亲自然不愿 结果一场闹剧就此诞生 一旁子罗兰笑嘻嘻地看着 没有出手相助 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数日之后 贝洛克专程来送照片 在她的镜头下 女人丝毫没有流落风尘的烟火气 反而散发着优雅端庄的光芒 不禁让子罗兰对贝洛克眼里的世界 多了一丝美好的想象 但令子罗兰奇怪的是 贝洛克来了这么多次 却从没有像其他男人一样上楼光顾过 见贝洛克没有正面回答 子罗兰开始学着老宝的样子 讥笑她错失了生活的乐趣 是个可怜的娘娘腔 面对多次的追问 贝洛克明显已经失去了耐心 毕竟她没有义务 像一个孩子解释自己的私生活 这样冷漠的态度让子罗兰很是受伤 她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将她当孩子看待 所以内心格外期待着 自己真正长大成人的那天 只是她没想到 会用这种方式举行自己的成人礼 身着白色薄纱长裙的姑娘 如同圣女一般公开售卖着自己的出业 最终 子罗兰以400美元的价格 拍卖给了一位中年大叔 她模仿她的姐妹们 不断地撩拨着面前的这个男人 但尽管子罗兰装得成熟 内心终究还是个孩子 看着步步紧逼的男人 她仍然感到恐惧 之后 在众人的调侃下 子罗兰笑着笑着就哭了出来 这才明白原来成年人的世界 并没有她想象的那般美好 从那时起 年幼的子罗兰便正式成为了妓院的一员 她在一群人之间变得越来越自如 坐在他们大腿上说着撩人的情话 另一边 贝洛克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女人在太阳下曼妙地身姿令她迷醉 她眼中毫无轻挑之色 仅仅是在欣赏一种艺术 子罗兰出于好奇动了贝洛克的底片 差点导致照片曝光作废 贝洛克看见后 愤怒地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不明所以的子罗兰 伤心地跑到床上痛哭 贝洛克见词也意识到 自己刚刚确实有些过分 立马上前安慰 谁知子罗兰在意的 根本不是这一巴掌 而是觉得贝洛克只喜欢母亲 并不喜欢自己 其实作为孩子的子罗兰 对爱情一无所知 她只知道贝洛克和其他男人不一样 不会随意对自己动手动脚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是真爱 怎么可能去爱一个人 吃过午餐后 母亲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她要结婚 离开这里了 这可能是所有场景 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结果 但为了保全这段婚姻 她隐瞒了子罗兰的存在 只带走了年幼的儿子 从那时起 子罗兰便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只有贝洛克时常陪在她身边 这一天 一群人在屋里捉迷藏 子罗兰机灵地支开其他人 然后偷偷来到了贝洛克的藏身地点 她轻轻抱住了男子的肩膀 然后大胆地吻了上去 男人虽然嘴上没说 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她不想承认 也不敢承认 自己居然爱上了一个14岁的少女 被情感所羁绊 贝洛克开始有意无意 担心女孩的未来 而子罗兰也是如此 在接待其他客人时 总是会心不在焉地往她的方向看 但说到底 子罗兰还是个孩子 还是会经常因任性犯错 这天 她又因任性的行为 被老保关到了小黑屋里 狠狠地打了几鞭子 一气之下 子罗兰带着行李离开了妓院 举目无亲的她 按照通讯录中的内容 直接找到了贝洛克的住处 并要求跟她同居 贝洛克对此当然没有任何排斥 也就暂时将她留了下来 当天晚上 子罗兰像个小大人一样 参观着所有的房间 然后兴奋地告诉贝洛克自己喜欢这里 想要成为她的爱人 要全身心地和她在一起 贝洛克一开始还在迟疑 但终究敌不过这份诱惑 将她紧紧拥入怀中 就这样 他们开始了一段超越年龄的爱恋 贝洛克喜欢女孩的天真烂漫 常常会给她买玩具来讨好她 最初的日子的确很美好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年纪的不同二人之间的冲突 也日渐显现 子罗兰对爱有着极强的占有欲 她无法了解贝洛克为何热衷于摄影 经常因为好奇心而把她的遗弃弄坏 而在贝洛克心里 艺术永远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 于是在子罗兰的又一次任性后 她直接将女孩赶了出去 无处可去的子罗兰只能再次回到妓院 没想到妓院全面关停 无奈之下 子罗兰提着行李再次流落街头 这时 听到消息的贝洛克赶过来 她当街请求子罗兰嫁给她 子罗兰自是满心欢喜 应声答应 并且和贝洛克结婚了 但还来不及享用婚礼的温馨 一位不速之客就突然到访 是子罗兰的母亲 她已经说服丈夫接受子罗兰 这次来就是想带女儿一起离开 贝洛克当然不愿意 因为她早已爱上这个天真又热烈的女孩 只是当子罗兰天真的看着她 问她为什么不能一起离开时 贝洛克突然明白了子罗兰的决定 她是对方最灿烂的烟火 可自己却只是对方人生路上的一个过客 于是最终她选择了放手 站台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朝着下一个目的地感去 子罗兰继父高兴地掏出一部新型摄像机 准备为他们合影留念 子罗兰默默注视着镜头 没有大喜大悲的表情 她要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了 自此电影结束 子罗兰从一出生 就生活在鱼龙混杂的地方 对这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来说 是在正常不过的生活 对成年人世界的向往 让她开始模仿着身旁人的腔调和行为 可当她真的如愿踏出去后 才发现原来成人的欲望是如此不堪 但即便生活在那样的世界 她也尚未失去童真 即便是在近乎麻木的脸庞上 偶然可见天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 至于对于贝洛克的爱 在我看来更倾向于孩子对长辈的依赖 子罗兰分不清喜欢和爱有什么区别 所以将贝洛克的照顾物以为成了男女之情 而这样的开始也注定了这段感情的无疾而终